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床不是很坚固 弟弟亲没事 宝宝睡上面 万一掉下来砸到弟弟怎么办 弟弟会流血 会痛痛 可是 堂堂也不重要 姐姐摸了摸自己圆滚滚的肚皮 也就是胖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嘛 早知就不吃那么多肉肉了 爸比 那是不是堂堂瘦了 就可以睡楼上 嗯 宝宝亲了 爸比就让你睡上铺哦 卫英边给他们整理被子 边随口应着 完全没想过堂堂心里的小九九 蓝湛做饭 卫英陪孩子 望线二人第一次感受到普通家庭的快乐 没有大房子 没有庸人 也没有开不完的会议 小客厅里 卫英盘腿坐在地上陪宝宝们看漫画书 两个宝宝一左一右坐在他身旁 弟弟看书很投入 通常是不会吭声的 姐姐则是看一句 问半句 爸比 爸比 这娃 不知明年上幼儿园 老师会不会退货呢 卫英望了一眼自家儿子 堂堂 爸比去帮爸爸做饭 你有问题就问弟弟 知道吗 弟弟很厉害的 正专心致致的蓝二小少爷 被自家亲爸点名称赞 一脸恶然的抬起头 可也只看得见爸比落荒而逃 消失在厨房的背影 堂堂笑嘻嘻地挪动他那笨重的小屁股 向弟弟靠近 弟弟 想上厕所 蓝湛 怎么了 正在炒菜的蓝湛 回头望了一眼 突然出现在厨房的人 是错觉吗 怎么这人脸上还明晃晃地写着四个大字 幸灾乐祸 你家闺女 真的好啰嗦 我把她丢给弟弟了 卫英把嘴靠近人的耳朵 她外面凉小指听到了 用了平生最温柔的声音 说着姐姐的坏话 呵呵 蓝湛闷声笑 也不看看都随了谁 让宝宝们洗手吧 可以吃饭了 蓝湛侧头亲了一下 一直贴在自己后背的小脸 怕不是累了吧 都有点昏昏欲睡了 好 饭桌上 卫英看姐姐一直盯着弟弟的碗 弟弟加什么菜 她也跟着加什么 弟弟吃一口饭 她也跟着吃一口 望向二人面面相去 这小丫头又是玩哪出 宝宝 这个肉肉是爸爸特意给你做的 你今晚怎么不吃了 弟弟不吃 我也不吃 为什么呀 卫英一脸疑惑 爸比我要跟弟弟吃一样的 这样小嘟嘟很快就不见了 好吧 那看来今晚的肉情归我 我不怕胖 卫英一块回锅肉接着一块的 吃得滋滋香 堂堂望亮望自己小碗里的青菜 又看了看盘里油光嫩滑的肉肉 内心痛苦挣扎着 最后一狠心 端着小碗下了餐桌 跑到客厅的小茶几上 一个人闷头吃 为了瘦 拼了 在英国的时间 是堂堂最快乐的时光 每天早上起来 他们会陪爸比吃完早餐 送爸比到邪校门口 然后爸爸兰望鸡 再带着他们姐弟两人 到菜市场去买菜 菜市场里有好多小动物 还有海鲜 兰望鸡会很耐心的教他们 认识不同青菜的种类 还会跟卖菜的叔叔阿姨打招呼 这比在国内时 每天都要去藻礁中心上 邪有气多了 最重要是爸爸不用上班 一整天都可以陪他们玩 而且堂堂觉得爸爸可比 爸比耐心多了 爸比老是找各种理由 溜至大吉 别以为自己不知道 哼 那是自己给他面子 没揭穿他别脚的 要命的借口 买完菜之后 就回家搞卫生做饭 他和弟弟负责收拾玩具 擦桌子 爸爸负责做饭 把一切准备好之后 他们三个人就去学校门口等爸比下课 不过堂堂有点小不满 爸比每次下课冲出校门口时 最先看到的永远是爸爸 最先抱着亲的也是爸爸 然后才是他和弟弟 他有点怀疑自己和弟弟不是爸比亲生的 所以他必须问清楚 这天晚上吃完晚饭后 卫英一派舒畅的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两个小不滴 一左一右的给他捏着腰呀 腿呀 时而垂垂 时而按捏 老公在厨房里洗洗涮涮涮 卫英觉得自己真是人生一大赢家 一双儿女乖巧听话 老公就更不用说了 管得了大企业 也做得一手好饭 关键是连带娃都自有一套本领 卫英舒服的迷着眼睛 享受每天饭后的按摩服务 直到肚皮那道不明显的疤痕 被一只小手轻轻的揉了一下 卫英才睁开眼睛 是堂堂 爸比 你的肚肚怎么受伤了 小丫头倾促着秀美 小脸皱成了一团 一脸心疼爸比的表情 卫英抓住他的小手 把他贴在自己的肚皮上 宝宝 爸比这个不是受伤的 是因为宝宝和弟弟 是从爸比的肚皮里出来的 所以才会有这个疤痕 可是堂堂这么大 弟弟也这么大 爸比的肚肚这么小 那爸比不是痛痛吗 堂堂难过的都要哭 他不要爸比痛痛 闺女要哭了 卫英慌忙坐了起来 宝宝 爸比不痛 你和弟弟从爸比肚子出来的时候 还是这么小 卫英用手指给他比换了一下 医生叔叔还会给爸比打针 打了那个针就不会痛了 而且那天 爸爸像超人一样来到爸比身边 爸比就一点都不痛了 卫英把两个小家伙 拉到自己怀里坐着 安抚两人受伤的小心灵 爸比 堂堂和弟弟真的是爸比生的吗 当然了 宝贝 那爸爸呢 爸爸是奶奶生的呀 那为什么爸比爱爸爸 比爱我和弟弟多这么多 堂堂张大双手 比换了一下距离 网上小视频不是说吗 孩子才是亲生的 老公都是附送的吗 卫英 宝宝 爸比也爱你和弟弟呀 那你是爱爸爸多 还是爱我们多 堂堂才没那么容易被打发掉 追问不舍 呃 平良心说 确实是爱老公多一点 可是怎么办 不能说实话呀 蓝湛 快出来救我 卫英紧盯着厨房门口 无声祈祷着 怎么了 蓝湛一踏出厨房 就看到一双大眼正不灵不灵地望着他 带着救助的信号 爸爸 我正在问爸比 为什么他更喜欢你 哦 这是个好问题 因为爸比先爱上了爸爸 所以才有了堂堂和弟弟 如果没有爸爸 就不会有宝宝们 所以爸比当然更爱爸爸了 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 沙发上的三人恍然大悟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我会表现了 你是不是刚刚才有点 也不是那生子的 我会表现了 你是不是刚刚才的 你是不是刚才的 你不是刚才的